作曲 李宗盛 欠缺 暗云 或者 转折战太多遗忘 真拥好你 或者 勇敢偏意断气 情人们一呼一吸 相爱到底结局或同样 而想将你我这莫言得更理想 如能重生好一生 不要再想 再一刻谁也要对下仗 多得你再唱 多得我再唱 呼吸 太无常 未经许可, 真是 大家这边上 想起来 真是 爽了 非爱 散了, 散了 不是, 你的车诚能很好 我说我的 还有我 你示範一下什么为止正确的隔斧技术 正确的隔斧技术由师傅教你 那天教了就行了 你還沒放下駕車的陰影嗎? 你駕得沒路不趕, 我想嘔吐 我夠了, 快點送我去我見 好 大家好 你們有沒有搞錯, 游船那麼生氣 全世界等你們幾個 你猜我想的, 誰叫我要示範安全駕駛 要不然進駐青馬, 再來這裡也有鑽 安全駕駛好, 免得你教壞我弟弟 一翰呢?他去哪裡? 他去了練劍 你幹嘛叫他來? 就算你不當他是姐姐, 還是同事 一場同事一起出去玩, 不用鬧鬧 太陽下山, 上船了嗎? 好, 走吧, 太陽了 很棒 很棒 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吃一點 美雪, 想吃什麼?我幫你拿 不用了 那你自己拿 餓了, 吃東西了 豬扒醃到差不多時間了 你做嗎?沒掛, 什麼沒掛 你知道多少少女死在我的心形豬扒手上嗎 死在你的豬流感手上 我明明今早見你不斷打一次 弄藥吃吧, 女生比較好 美雪, 你做豬扒吧 好 魚仔, 你幫美雪手吧 大太陽吧 怎麼樣?有事要幫忙嗎? 不用了 等我來 你沒事吧? 我沒事吧?我沒事, 還可以 對不起, 我不習慣 不習慣? 我不習慣突然多了我姐姐 我知道你很想跟我像姐妹一樣相處 不過我真的沒習慣 對不起, 可能我太心急 看監人賴喉 不過如果你不要再搞什麼婦女相應的話 我們也可以做朋友 那我們多給大家一點時間適應吧 焦了 糟了, 真的焦了 糟了 糟了、糟了 糟了, 糟了 糟了 Yang 袄翁… Clock 有鍛鍊過的, 你這群臭小子 大家都不下水, 只要我下水 不明玩我而已 不是玩你, 是想鑑賞你 當我古董嗎? 楊聰, 有好東西就沒有收收賣文 女生在等著 楊聰, 鞠躲幾個來看看 別開玩笑, 鞠躲什麼 累了嗎?下面有東西吃, 有東西喝 耳仔, 不如我跟你一起游泳 不要了, 我不太會游泳 不用怕, 有我在 我有情緒牌, 我保護你 楊聰, 你不去做醫生 真是可以去選港男 別浪費上天給你副好身材 別開玩笑, 我做事很認真的 我立志做個好醫生 是不是瑜伽? 瑜伽呢? 焦了 掛了焦了, 吃得了 真是鎖托非人 怎麼了?你也是特地 給我機會和美雪單獨相處 焦了不焦也能吃得了 謝謝 翌日我生癌症, 要讓你拖我 真是不妨礙你了 你怎麼這麼說 看看 是什麼? 船鬧? 你不是說我們的模型船欠船 這個行不行嗎? 行, 在哪裡找的? 原本是個窄口樓 經過加工穿一條鏈上去 那就搞定了 是, 有辦法 你不是說的嗎? 楊聰表演跳水, 快來看 你從這麼高跳到水道 我們一群女生一定會全場為你歡呼 楊聰, 你表演跳水嗎?我想看 跳水?我不太擅長了 別裝作, 跳吧, 去 這樣吧, 性情難卻 看來是你, 我立刻表演給你看 跳水… 耳仔, 你看著, 我跳吧 好棒… 楊聰, 跳水分有發射 好 下去看一看 楊聰, 你沒事了嗎? 紅色不知是否有毒 楊聰, 你有沒有覺得頭暈 或者呼吸困難? 普通白炸毒性不大 不過我想你今天不要再下水了 KIM 到 這把這麼大把, 有沒有把比較小的? 弄壞了就救不回來 對不起, 我換個把 怎麼樣?又說幫忙又整晚心不在焉 幸好不是做手術而已, 不然死人多了 你放心, 我保證進手術室 一定不會發台溫的 你別弄我帶頭罰出來 要不然我保不住你 最壞今天游船好一會, 後來 無緣無故都會被白炸炸傷 最壞自己是受不了痛 在喊救命 還要被你們這樣罵上船 連我自己也覺得自己樣子壞 連自己在強旁都失手 這次在魚仔面前一定失敗了 原來是關魚仔的事嗎? 被魚仔看到的臭態 弄得整晚硬著硬著 你是不是發酵? 有罪嗎?不行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受傷的時候 他樣子多麼緊張 不停地喊 楊聰, 你沒事吧… 你好像不相信, 不止的 他上次還不停替我補習 要不是他, 你也不會讓我通過 還有, 當我做錯事的時候 他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我知道他對我有感覺 雖然我們的年紀是有一點差距 不過不是問題 因為我心想和他有很大的發展機會 你今天弄傷的時候, 我也很緊張 是啊 你公開又不明白, 我也有教你 是啊 你辦錯的時候, 我也有鼓勵你 是啊 我們年紀也有點差距 是啊 那我們有沒有發展的可能? 你儘管笑, 儘管玩 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我 我都會一直努力, 一定會追到他為止 爸爸, 抱歉 醫院太多工作, 所以遲了 你幫我點個早餐吧, 再見 童童? 童童? 童童, 你記得我嗎? 范子瑜, 魚仔 魚仔?是你? 是啊, 我們真的很久沒見了 想不到在這裡遇到我 我已經成十幾年了 你中學一畢業就嫁了一個這麼成功的商人 我們人不知何時羨慕你 不過你就不對 只顧著幸福小娜娜的生活 這麼久以來都沒有你的消息 對了, 這幾年你怎麼樣? 為什麼這麼多次舊生聚會 你也不出現? 因為我搬了記事屋 不見了你們的電話 更何況我都要跟老公 中港兩邊走, 要有時間 對了, 我真的聽人說你是醫治的 是呀, 我在後面的醫院做而已 你呢?你探病嗎? 是呀, 探朋友而已 最少我下午就惹人了 要不是你探病了之後 我可以和你喝茶, 一起醉下九晚 我也時間到了, 下次再說吧 再見 童彤, 我現在沒有你的電話 不如你給我你的電話 我遲些找你 好, 六、八、四、七、二、七、九 我現在打給你 這是我的電話, 遲些找你 好, 再見 再見 什麼情況? 急診室剛剛傳了婆婆上來 她的街上又跌倒, 頭部有傷痕 電腦掃描見到一小量積血 但無人無嘔吐 還有沒有肌肉抽損的跡象 我們看了病人的記錄 原來婆婆一拍金信 要長期吃藥, 我們已經聯絡了他的家人 這裡交給我, 好 婆婆, 你怎麼樣? 你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我…我看這裡頭部有點痛 婆婆, 你怎麼樣? 你是這位婆婆的媳婦 是呀, 醫生, 請問我婆婆怎麼樣? 她的頭部有傷痕 腦裡還有少量積血 婆婆, 我說她多少次 你別四處亂走, 是不是?又傷了? 婆婆的情況沒什麼大礙 不過腦裡的積血要盡快放出來 那就是要開腦了, 是不是很大手術的? 放積血不一定要開腦 我們可以在婆婆的頭部開兩根洞 那些積血就會自己流出來 情況就像開煉奶一樣 在罐頭上開兩根洞, 就這麼簡單 請問是不是我婆婆急症室送上來? 是 是, 我想跟婆婆拿一份口供 阿Sir, 為什麼要幫婆婆拿一份口供? 我急症室醫生幫婆婆檢查傷勢的時候 發現其他傷痕 所以循例上也要問婆婆的傷勢怎麼樣 阿Sir, 其實我婆婆有柏金信 她經常都自己到處走 控制不了手傷腳腳, 就會撞到周身傷 婆婆, 你能不能說話嗎? 說話 那你可否告訴我, 你的傷勢是怎樣的? 我有柏金信, 整天都跌倒了 豈不是撞到一身傷勢嗎? 醫生, 柏金信病人 是不是就像他們所說的 會經常跌倒撞傷? 是, 柏金信患者因為腦部衰退 阻礙肌肉的活動能力 會出現肌肉僵硬, 行動磁門的現象 很多時候會失去平衡跌倒 謝謝 抽下它 想不到今天要弄得這麼晚 回去再去休息吧 學班牌的計畫齋, 真是很累 不過沒法, 連續來兩個急症 本來我們就不夠人手了 自從一箭頭封刀之後 人手就更加緊張 就像劉婆婆這些 鑽孔放織血那麼簡單的事 其實交給她做就行了 但是現在可能要來來勾勒 沒問題, 我明天安排客 有些事情, 不知道我是否敏感了 什麼事? 我總是覺得你特別針對一箭頭 一箭頭她做事獨行獨斷 不依規矩不跟制度 我罰她封刀是為她好 希望她吸取教訓 可以改變一下她做人處事的態度 那就是說, 其實你也覺得她的表現不差 只不過你上邊探探她 只不過她做點成材而已 怎麼樣?食物夠不夠吃嗎? 如果不夠吃, 記得叫我吧 不行了… 我招呼他們 好, 慢慢吃吧 謝謝… 吃哪種才好呢? 選科就是要想, 吃什麼都要想的嗎? 對了, 你們就畢業了, 一定選什麼科 當然選外科 這女孩子最喜歡外科醫生 她不夠帥氣嗎? 對, 想來教人, 想要認識女孩子 說笑而已, 但其實我真的打算做外科醫生 我之前也覺得外科比較厲害 不過又怕自己搞不定 你知道, 拿起來用手術多 震震震震震震, 真壞 對, 我最初也打算選外科 但自從進入內科實習之後 就喜歡進入內科 你喜歡內科就多得身, 貪人英俊 你再說吧 不是, 晶晶, 我幫你 內科抽絲魔, 弄成茶案 我都覺得挺有趣的 那就是你們兩個決定選外科 不是, 還沒決定好 我也在掙扎 對了, 美雪, 你有沒有改變主意? 我立場不變, 我想進入神經外科 所以一定會選外科 如果想選神經外科 將來兩姐妹就可以一起工作 但是神經外科和心翁肺外科 滿領的名額得很少, 競爭很大 所以神經外科也適合得 又有自信, 又喜歡向難度挑戰的人 其實做醫生沒說哪科比較好 最重要是能治療病人 難道明明吃藥搞定 硬要病人開到嗎? 據我來說 最重要是看自己的性格適合哪科 我又不是這麼想 如果沒有分高低的話 為何每天每天神經外科 神經外科特別少? 那豈不是特別難 不相信你問一下魚仔和阿雪 為何他們選神經外科 對, 神經外科是難的 不過據我來說 用心治療病人就是好醫生 教外科現在整群家人 面對選科的問題 對, 我覺得不應該把科目分高低 好像進去就聰明, 進不去就炸了 其實現在大家還是選外科 還沒選專科 楊聰, 你打算選什麼科? 我也打算選外科 為什麼? 因為… 你也是神經的? 是的 我們整台都是神經醫生 你比我還要冷氣 不行 別說太多了, 快吃東西吧 好 楊聰, 你怎麼手震震呢? 今天拉爬我整天累得手震 那你真的要多吃一點 不然明天你更加沒力拉爬 明天你們有什麼手術要做? 明天我們要做一個心反移植的手術 病人移植過一次心反 但又再發炎, 需要移植第二次 難度很高 魚仔, 為什麼每次講到心臟手術 都靈寫興奮 不知道的話, 以為你很欠入心胸肺為科 你是不是還說的? 是不是想拿這個火頭? 先生…有沒有興趣看樓? 我們這個樓盤新的… 先生…有個新的樓盤 不如進去看看 小姐… 彤彤? 我記得你先生對你很好 為什麼突然叫你出來工作? 其實有頭髮, 誰想做什麼? 我老公已經不像以前那樣 自從金融開始之後 他欠了人全身債, 賺了錢 我們差點要弄破產那麼窄 而我婆婆又患了百甘信病 經常都全身病痛 每個月的開支都已經很合格 以我上次再見你的時候 你就是去醫院逢婆婆嗎?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一個幸福的小奶奶 變成一個每一天 只會在一起的小奶奶 真想不到你的變化這麼大 我婆婆又經常怨我 說我堂衰加, 欺負她的兒子 我不想經常加重屋幣 就出來賺錢 但你也知道 我中學畢業之後就嫁給阿芯 我沒有經驗、沒有學歷 就唯有做地產 但你剛才也看過, 我滅皮又薄 又不懂得銷售客 幾個月都做不到一宗生意 這份工作也不知道做得多久 到最後, 可能連酒樓也要做 那你別這麼悲觀 不如找人, 我們約好舊同學出來 看看他們是誰想買樓 其實我這麼多年來都不找你們 就是因為我不想麻煩人 我不想求人 我現在已經夠糟糕了 我不想讓他們帶動我的可憐樣 我只是想保留一點點的尊應同益子 我明白 但如果你真的有什麼需要 找我幫忙 警察, 又去了副產科的Mimi 又學了電腦的壞事 什麼? 叫Benjamin嘛 副產科的Mimi歸掉了 現在在小兒科的GT 要不需要, 換畫更快就換衣服 是這樣的 合在一起, 不合在一起就馬上分開 價位適合就要入貨了 我們按照36, 一晚不見了36小時 好, 時間真的很寶貴 有道理, 我也不應該再拖 你又有新目標 Ben哥 我可否阻礙你少許時間 問你少許事? 我想問你, 你之前是怎樣追Mimi 和Gigi的? 你不要跟我說 你從小到大都沒追求女兒吧 老實說, 從小到大都是女孩子追求我 阿錦姐, 你這麼說就很誇張 我這些可以收工, 阿桑 不是…我這次真的很想主動追求女孩子 但我不知道怎樣入手 很高難度嗎?是港姐嗎? 帶我幾年 現在的年輕人, 口味真是特別的 喜歡比自己的女孩子有問題嗎? 有問題 通常都是那些小的年輕人 才會喜歡比自己的女孩子 只有你年紀了, 好像有我那樣 你又會喜歡年輕一點, 招式一點 你到底有沒有辦法? 其實從八歲到八十歲的女人 你也是這樣追求的 只不過看對方能否接受到你子弟戀 如果對方真的接受不了 你死追難追也沒用了 想想吧, 年輕人 子弟戀 女孩子, 女兒好像很累 是呀, 昨晚整晚通訊號都沒停過 不過不要緊, 我喝杯咖啡可以提醒你 對了, 你有沒有聽過Ben以前做宇宙人 原來跟護士長拍拖嗎? 沒有, 那有什麼奇怪的?拍拖而已 奇就奇在, 護士長比Ben大大 那怎麼辦? 那你覺得子弟戀是沒問題的? 沒問題, 你找了有問題嗎? 我簡直支持子弟戀 拍拖應該找一個大姐少少的女孩子 又溫柔又成熟 又懂得人情世故, 簡直完美 其實拍拖是兩個人的事 最重要是大家溝通得到 年紀不成問題 大家雙方喜歡的, 任何障礙都可以衝破 是 沒有, 我說你說得很好 對了, 剛才說最重要是溝通得到 那你覺得怎樣才會令大家溝通得好一點? 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都有共同話題 好像我們工作那麼忙, 壓力大 如果換著我男朋友 我希望見到她的時候 可以跟她分享一下我工作的事 就算有不開心, 大家都可以開脾 中山 就算男姑娘也跟你有共同話題 那怎樣的男人才能吸引你? 男姑娘不好吧? 我覺得男人專心工作的時候 最吸引的 男姑娘經常會請假 還有, 男人應該胸襟廣闊一點 但是男姑娘又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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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今天問這麼多問題 好啊, 隨便問問而已 咖啡很濃郁 是嗎?我知道那間餐廳的咖啡 又香又滑, 牛排又很漂亮 不如我們下班一起試試 是嗎?也好, 老闆這麼辛苦 應該掌握自己吧 那我們一月今晚見 好啊 急症, 工作 好啊 我們有一條觀心血管, 已經嚴重生生 現在要立刻做一條手術 雄醫生, 有沒有信心 做一條比較細微的血管嗎? 有 這條手術你已經看過很多次了 你有天分, 有個冷靜果斷 我覺得你可以嘗試做, 有沒有信心? 有 好, 現在我做了一半 你看著我怎麼做, 然後到你 放心, 有我在, 有什麼事我會收拾 謝謝錢醫生 那我幫病人從小腿抽一條靜脈血管出來 楊醫生, 有沒有信心幫病人 拿一條靜脈血管嗎? 不如你看看范醫生做了一半 然後你做了一半吧, 有沒有信心? 有 好, 立刻開始 我告訴你, 接下來我們來講 不錯, 技術不好的 拿出來的血管穿了孔 好像花灑一樣噴血 范醫生, 血管的薄口我已經做了一半 接著交給你 好, 不用多久, 這裡不用要我了 交給你就行了 你就…很差吧? 以後技術中來說, 不錯了 多得遲醫生給我機會 而且教得好 機會是要自己爭取的 如果你們不行 我都不會讓你嘗試, 繼續努力 聽到了嗎? 錢醫生說要繼續努力 聽到了, 機會是自己爭取的 我一定會繼續努力 怎麼樣?還有哪裡不舒服? 好一點 爸爸 阿嬤 你看看, 你女兒帶了多大的果冉 是不是看你? 果冉我不是買給我爸爸 是買給你們的 謝謝你們救我爸爸的命 你誤會了, 叫你爸爸的不是我們 是, 是這兩位醫生 收了它, 一點點意思不成敬意 別客氣, 救人是我們的本分 我爸爸突然在家裡昏迷 之前全無先兆 送來的時候 救護員說他的心已經跳得很弱 不是你即時幫他做手術 我怕我已經見到我爸爸了 如果你真的要感謝, 也要感謝你自己 因為全靠你救機警 及時叫救護車把他送進醫院 我們才可以趕得及幫他做手術 對, 心臟病就這麼可怕 所以將來記住要定期檢查身體 其實病人沒事, 我們已經很開心 那個果冉留給你爸爸 你們不收果冉, 但是收張卡都可以吧 讓我表達心意 楊醫生, 凡醫生 其實你可以叫我們做醫護界的神雕俠女 你說什麼? 這個名字挺有趣, 我就這樣寫 好 好, 趕完笑了, 做事吧 好 好 來, uffy those 我們 我們都認識了大半年了吧 在大半年之中 我們從神經外科到心胸肺外科 都在一起, 我們挺有緣分了吧 經過這大半年 我覺得我們挺合適、挺合謂 所以我想說我喜歡你 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 對不起, 我睡著了 你跟我說什麼? 沒有, 不是, 沒關係, 沒關係 不好意思, 今天打電話很累 都吃完了, 不如走吧 你幹什麼? 其實是我 你不是吧?這麼誇張, 怕蟑螂嗎? 沒有了, 走了, 走吧 小魚仔, 過來 我拿回鹽細浩在神經外科這邊的資料 鹽細浩的情況怎麼樣? 他做完手術後, 進展良好, 沒發燒 心跳、脈搏、血壓都很穩定 小便正常, 抽血報告顯示 其他身體的器官也很正常 最重要是有沒有頭痛和抽筋 手腳又沒有靈? 沒有, 但我們會跟他照上MRI 看看腦內的血塊會不會自然吸收 好, 吃飯 鳳姐, 為什麼?發生什麼事? 我婆婆剛才跌倒 我怕她弄傷上次手續的傷口 就帶她進來檢查 不用擔心, 我們馬上檢查 婆婆, 認不認得我? 對了, 這些傷是怎麼造成的? 是她自己跌倒的 是什麼時候跌倒, 在哪裡跌倒 還有怎麼跌倒的? 其實我看見她跌倒 她怎麼看, 我不知道 不過她經常都是這樣的 林太太, 我覺得婆婆的傷口不尋常 我懷疑不是跌倒的傷 怎麼會?醫生 你也知道我婆婆有拍金信 她跌倒的傷口很平常 對了, 為什麼你會覺得 婆婆的傷口不尋常? 其實婆婆上次送進來 我竟然覺得她的傷口有點古怪 我剛才幫她檢查的時候 我發現無論手手腳腳背部都滿部傷痕 說真的, 如果是跌倒的話 我那些傷口不會分布得那麼散 我真的不知道的 林太太, 婆婆的傷是怎麼造成的 我們絕對有能力檢驗出來 如果證實了不是跌倒是人為所傷 我們不排除將整件事交給警方處理 婆婆, 婆婆, 你的傷是怎麼造成的 婆婆… 你不用怕, 有什麼照著說出來就行了 我不記得, 你別問我這麼多 你身上有很多傷, 怎麼會不記得 婆婆, 是不是有人打你 是你不怕說出來的 我… 婆婆, 你是否怕麻煩才不敢說 不用怕, 有警察在這裡 我會想打傷你的人去警察 是他, 是我家手打我, 冠沙 我沒有打我婆婆, 我真的沒做過 如果你沒做過的話, 為什麼她要指正你 你還是老實說出來 你別浪費大家時間, 好嗎? 我真的沒打她, Sir 你既然說不是你打她 那你可以解釋一下 她身上的傷痕是怎樣的嗎? 其實上次婆婆入院 我竟然發現她身上有很多傷痕 不過由於她有拍金信 所以當時我接受她身上的傷痕 很有可能是跌倒造成 直至這次她再入院 我發現她身上多了很多新的傷痕 還分配在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很有可疑 阿Sir, 我想來保釋我太太 你太太結婚了什麼? 她… 林先生 林先生, 認不認得我? 我是彤彤的舊同學 你們結婚的時候我們見過了 是呀, 我來保釋她的 阿森 你搞什麼? 搞這麼大的事情, 想去警察 不是呀, 婆婆她呢 不要說了, 回家再說, 走吧 怎麼樣?彤彤 走吧, 還說什麼?走吧… 你是不是在想什麼? 那你呢?你又在想什麼? 我問你 你是男人, 知道自己的老婆 打媽媽打得傷了 你會有什麼反應? 不用問, 一張椅子載過去 再問她怎麼這麼做? 你的反應也挺粗暴的 但也算正常的 你覺不覺得剛才林樹森的反應 冷靜一點有點古怪? 不僅是古怪, 簡直冷靜到反傻 她來問也不問她媽媽的傷勢 看到她老婆又不生氣又不罵她 怎麼打自己的媽媽 只是滾水六腳地拉她老婆走 好像很害怕在警罰那樣 剛才你有沒有看到彤彤最後望我的眼神 有點古怪? 我覺得整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劉婆婆接二連三這麼受傷 我覺得並非偶然 不如明天去找彤彤吧 我想了解一下她家的情況 彤彤, 你們來幹什麼? 我們可不可以進來聊聊? 我們只是想了解一下 你和劉婆婆的情況, 沒其他事 謝謝 麻煩, 彤彤, 雖然我們很多年沒見 但我相信人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 就算你現在生活多麼辛苦 多麼不如意也好 你也不會因為這樣 而去虐待你婆婆的, 是不是? 其實整件事是不是另有內情? 有什麼不怕說? 你們別問了, 總之我沒有打我婆婆 那她的傷點是怎樣的? 不是你打, 只有其他人打, 是誰? 是由你說的 你說吧, 我不想說 彤彤, 幹什麼?給我看看 為什麼會這樣?發生什麼事? 誰會打成你這樣? 我知道為什麼你經常穿長袖衣服 你想遮蓋傷痕, 是不是? 是你老公打你 不用問了, 留婆婆也是她打的 你來幹什麼? 你說, 是不是你把彤彤打成這樣? 你這個臭婆娘告訴別人我打你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說 你說, 究竟是不是你做的? 我家裡的事不關你的事 芳芳, 你別這樣了 你還說, 一天都是你, 一天都死我 別亂來 我家裡的事, 什麼時候都在你 你試試, 我報警 你什麼? 你知道媽媽和老婆都打了 你還是人來的 你走啊, 要不是我跳下去的? 不要啊, 林先生, 你回來吧 有話慢慢說 還有什麼好談? 不要啊… 你要走啊, 我不想見到你 我真的要跳下去的 你媽媽年紀這麼大, 又有拍金順 你跳下去誰照顧她? 我不死也照顧不到她, 我什麼都沒有 我錢又沒有, 我現在還累到她去訓醫院 你媽媽有病, 訓醫院不關你的事 不是, 是我的問題 人做男人, 我做男人 人家不知多風光 我呢, 我大屋搬小屋 媽媽有病也找到人照顧她 還要我老婆出去打工賺錢 這些你不想的, 也沒人怪你 我真的不想的, 我真的不想這樣 我很想回家以前那樣 我可以回家, 如果我們回家 我們就像以前一樣那樣 但是我已經很拼命地找錢 也找不到 我真的不想這樣 我不想打理你的, 童童 我控制不了 我每次看到媽媽的傷痕 而且我每次打理你, 我都會很後悔 我跟我自己的孩子一定不會這樣做 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了自己 我這些人, 死也沒有勇 不要… 剛才聽你這麼說 做成這種情況可能與你無關 弄成這樣也與我無關? 我懷疑你患了躁症 消耗不了自己的情緒 我是醫生, 我不會騙你的 這是一種病 並不是你個人的性格或收養有問題 最重要的是, 這個病可以治療 真的? 很多人遇上不如意或打擊 長期受壓力、困擾都會引發這個病 但是你吃藥和輔導是可以控制的 我相信你是不想傷害你太太和媽媽 你只是控制不了自己而已 你去看醫生吧, 我不會騙你的 我只是想幫你, 幫你太太和你媽媽 乾脆吧, 現在做什麼都補救不了… 我心裡不可以死的 你不可以這樣 你以為死了就可以一了八了嗎? 你有沒有想過身邊的人? 你有沒有想過彤彤? 你有沒有想過你媽媽? 你媽媽曾經去冤枉的媳婦 都不肯跟警察說是你打她的 你生意失敗, 彤彤有沒有怪過你? 她若幸福小奶奶, 變成要出來打工 她有沒有怨過你, 有放棄過你? 是呀, 她現在被人告弱老 她都沒說過真相出來 她為什麼, 她是為了你而已 她這麼辛苦, 這麼委屈 她都沒想過要放棄 怎麼走到這一步, 你自己要放棄? 為什麼你不把勇氣拿出來 跟她一起捱下去? 你跳下去不是解決問題 就是留下的問題給你最深愛的人 那豈不是更殘忍? 如果你是男人, 你覺得對他們不住 你就應該回來, 勇敢一點, 承擔一切 我心裡不可以扔下我們 我寧願跟你一起捱下去 你看, 有個這麼好的老婆 你忍心扔下她嗎? 回來吧 老婆 林樹森去了自首 就證明你的老同學清白,放心了 但是阿森現在被人拘捕了 跟桃楊會這麼不開心 他肯主動自首就證明有悔意 如果證實他真的有病 我想武官不會判得很重 但必要事,我可以替他出庭作證 法律的飯你也碰了 今天連社工也混了,你碰吧 你也不約 我跟他這麼多年老同學 今天搞了一整天,我請你回去 今天這麼開心,有沒有興趣下一陣 去哪裡? 去一塊很久沒去過的地方 好 原來是赤柱 不如讓我當你導遊,帶你到處見識一下 你看,以前我很喜歡來這裡 看這裡多東西看,又古靈清怪 不過自從做了醫生之後 經常按照36號,很久沒來了 你看這裡的衣服吧 制服誘惑 我經常疑惑為何有護士制服 就沒有醫生制服 如果有,我一定買一套給你 我認識你這麼久 也沒看過你好像今天這樣,這麼開心 謝謝福伯 我以前在手術室救了一個病人 我會很開心 所以自從風都去看門診之後 有段時間我真的想死 我也知道你死撐了 福伯令我明白 一個人有病不僅是一個人的事 一個人有病會影響情緒 他的情緒會影響家裡 如果我們可以多做一點,走前一點 我們要治療的 就不僅是一個人的病,還是整個家庭 而事實上,要治療一個人的病 不僅是靠醫護人員 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 但憑你這番話 應該推舉你去做C級班員 想不到你在門診的日子 有這麼大的啟發 我以前經常看這半年快點過 快點回到手術室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在門診 都學了這麼多東西 你好像是被人罰才有看門診的吧 好,被人罰也罰得這麼開心 這些是否叫全民醫治 以前讀醫的時候聽就聽過 不過這次是第一次實實在在地看糊塗 那就是因為你不善於觀察 你的家就大大的人板站在那裡 我師父你爸爸就是最佳的人板 想當年他不僅救回我弟弟 還救回我整個家 我真的不敢想像 如果當年我弟弟有什麼事 我家會變成敵人 所以你一直這麼尊敬他 以他為學習對象 之前我還一直以為 你又喜歡拆鞋又囂張 原來你這麼虛心學習的 你也應該學習我這種 虛心學習的精神 我的志愛,七二了 你喜歡吃蝦嗎? 其實我很怕吃蝦,我怕磨殼 不是吧?幫病人開胸也不怕怕磨蝦 阿可,算了,我幫你剖了 不過這頓你請了 該請了 나도沒有現在 可,我沒想到 我是說,愛你 沒想到現在 我 те敢說 好,我看你 我去哪裡 好好看 我有話想跟你說 是 如能從收好一生 不要再想 再一刻人變缺氧 明知可引起 不要再讀唱 情人們一夫一嫁 相愛到底 結局或同樣 仍想將你我這幕 演得更理想 如能從收好一生 不要再想 再一刻誰也要退下場 多得你再唱 多得我再唱 天空也再唱 演好這一張